川普当选美国总统除了美国国内掀起分裂 接下来更可能打乱国际权力秩序 以亚洲来说最紧张的就是日本跟韩国了 身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日韩 因为川普选前打出对等同盟关系 可能要求日本跟韩国得负担更多的军费 加上高举孤立主义旗帜 在美中两国既合作又竞争下 亚太地区出现新变局已经可以预见 如此一来推称大陆更壮大 美国制约中国大陆的战略 没了主轴 东亚局势当然也会跟着出现调整 我说是我们的时间 美国共和党总统当选人川普上台发表 慎选演说也向全世界宣告 川普时代的来临 不过另一个时区已经有人 枕装备战 南韩总统普警惠第一时间向川普发出贺电 稳固美韩关系不言而喻 但反应再怎么快 恐怕还是比不上他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川普宣布当选后 短短15个小时就越洋致电道喜 动作之快可是全球国家领袖中排行第四 不仅如此安倍更加码 打算亲自和川普见上一面 面对这位新任美国总统亚洲两大强国元首 高度重视原因无他 打从竞选期间 大炮川普就没给过日韩好脸色看 多次点名要两国全额负担 美国驻军费用否则就是撤军 更鼓吹日韩发展核武 但一旦川普上任真的兑现承诺 区域和平失衡不说 这二战后美国一手主导的 东亚岛链也等于面临断线危机 一直以来亚洲各国都受益于 美国自由贸易和双边联盟的承诺 前总统欧巴马更是把重返亚洲 当作核心政策 但偏偏川普不走欧巴马的老路 打着保护主义旗帜 川普主政后不愿再当世界警察 以美国本土为第一优先 不止有意降低对欧洲的承诺 避免介入中东事务 川普更可能离开亚洲 真空美国在此的权利 如果说美国无意介入更多的争分的话 那么我想中共就可以趁虚而入 来分化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盟邦 菲律宾是一个开始 东亚布局川普不按牌理出牌 已经让各国搓在蛋 川普还把大刀挥向 TPP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 为了抗衡中国大陆的经济同盟 TPP川普却和选民约定要退出 如果美方真的宣布不完 大联盟变成小联盟 只怕其他加盟国也会跟着动摇 身为政治素人 外交角力并不是川普擅长领域 加上以生意头脑出发 东亚的和平稳定 显然也不会是川普的第一考量 究竟川普口中让美国再次伟大 是否也意味着拿美方和亚洲的关系 记齐 一场大选之后 东亚局势面临新变数 欢迎新闻林志鹏 黄云廷台北报道